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財經搖搖的 抽6萬大獎 上班通勤或外出郊遊 騎車開車碰上紅燈在所難免 不過看到騎車騎士 這邊滑滑 那邊滑滑 也讓檢舉數量一路往上爬 畫面中這名男子 邊騎車邊講電話 騎車只能靠單手非常危險 或是像這位阿伯 為了講電話 還歪著脖子夾住手機 怎麼保持平衡騎車 恐怕都是考驗 由於現在 汽車幾乎人人必備行車記錄器 因此類似的機車騎士違規 全被派了下來 汽車大部分都貼有 比較深色的擋隔熱紙 所以在矩陣上是有一些困難 在取締上也會比較困難 汽車有隔熱紙當掩護 敵案我名之下 機車騎士想要反搜證 難上加難 因此造成 汽機車檢舉比例 達到1比5的懸殊差距 不過汽車駕駛人也別得意 因為警方還是會搜證開罰 那個路段是適合攔查的話 那我們會當場把它攔下來做舉發 那如果不適合攔查 我們可能就使用錄影的方式 來做進行舉發的動作 根據現行法規 行駛到路使用手機或是平板 汽車罰款3000元 汽車罰款1000元 就連自行車等慢車 也要罰款300到600元 為了自己的荷包 以及交通安全著想 還是專心駕車 免得發生意外 記者李嘉明 邵紫陽 李英偉 新北市報導 記者 李嘉明 邵紫陽 Ifeel 新北市 館長